大家一想到雅思 通常都會直接去拿他們官方的題目來做練習 各位 模板是託符可以用 雅思是一個很靈活的考試 你用模板也是一種直接的 這個市面上琳琅滿目的各種 甜鴨式教育的方法 叫你背這個模板那個模板 去用在雅思的上面 千萬別這樣做 雅思最重要的事情 口說 在Ermento上面 找一個跟你興趣相投的人 用英文聊天 聊著聊著 雅思的口說就不知道為什麼就八分裂了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托福 雅思 到底要考哪一個 你還是對於英文的考試有任何的迷思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來問贊助最多的人 我就送你一堂 西斜的免費的體驗桌